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吐等症状了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那么病情就会进一步的恶化 从而有可能导致脚部血液预济 脚踝变紫色 甚至发生湿疹样皮肤炎 溃疡 出血 有时也会发生血栓性静默炎等 因此在我们感觉到小腿不适时 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静脉曲张引起的症状 措施主要有 一 避免穿紧身的衣服 腰带 鞋子都不可过紧 最好穿低跟鞋 尤其是爱美的女性 更需要注意 太紧的衣服是会影响下肢血液回流的 二 平时要多进行腿部按摩 方法是两手分别放在小腿两侧 由踝部向膝关节 揉搓小腿肌肉 帮助静脉血回流 三 躺下休息时 抬高双腿 躺下休息时 抬高双腿 高于心脏水平 并维持膝盖弯曲 坚持15分钟左右 以促进腿部血液循环 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症状 四 睡前可做专门的静脉 将下肢举起 脚掌与身体保持平行 然后让腿脚轻轻地抖动 在休息和睡觉时 尽量采用左侧卧位 有利于下腔静脉的血液循环 减轻静脉曲张的症状 五 平时多做下蹲运动 简单的下蹲运动 不但能锻炼肌肉 对关节也很有好处 既可以有效预防静脉曲张及小腿抽筋 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体质 六 控制体重 如果超重的话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使静脉曲张更加严重 此外 也不要提重物 重物会增加身体对下肢的压力 不利于缓解静脉曲张 七 不要长时间站立或者久坐 这对缓解静脉曲张的症状很是不利 应尽量减轻工作量 并避免长期一个姿势站立或仰卧 八 避免高温 高温亦使血管扩张 从而加重病情 八二餘 Тут坚沥的没有 Dry应 首预料里的故事束藉客 汇收 maintain 尽量摇渡少确词 9. 穿静脉曲张减压袜 静脉曲张减压袜可以帮助静脉回流 是治疗静脉曲张的一种医疗器械 10. 快速步行坚持每天快速步行 每次15分钟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